蘇梅的住宿未必一定貴 好像這間酒精至封的Poutine Resort 設計簡約又舒服,好似北歐的小木屋 最想吃的是Infinity Pool 看盡無敵海景 早上可以在池邊做現在 黃昏可以邊享酒店邊看日落 一樣這麼棒 餐廳照顧住客的一日三餐 由早上7點開到深夜 竹筆出戶都有口好吃 主打西餐,Menu每三個月轉一次 客房的設計簡單又舒服 浴室設有浴缸 套房有私人泳池和小花園 還可以直達海灘 普通房每晚只是800元起 CP值夠高 另一間resort的位置雖然比較偏僻 但就是蘇梅小友走原始風的resort 其中7間客房是為gramping而設計 改裝後的豪華形 一邊是玻璃窗,一邊是營臉 感覺開陽,自然風也很舒服 怕蚊的人士可以落幕 變成密封的冷氣客房也行 房內的設計原始又帶點復古感覺 臉浴室也是半開放式 設有淋浴和針浴 最吸引的是每晚只600元起,很值得 泳池不算大,但全天都極少人 和私人泳池沒什麼分別 這間酒型格路線 位於茶敏海灘的resort 以閱讀為設計靈感 休息室都設計到整個圖書館 有大量的DVD任體 resort的泳池也相當特別 整個池都是紅色的 視角上圍之一進 餐廳可以看到無敵海景 旁邊有大量豆袋梳化 曬著太陽聽EDM 夠了!